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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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1 3 1 3 教育的希望應該借過在美女老師身上 對老師長得越美 學生應該會越投入吧 所以我們今天請了三位美女老師來 第一位老師我們歡迎何嘉瑜老師 謝謝 何老師最有名的學生是 那個 趙建民的兒子趙怡愛嗎 大家比較知道的是他吧 何老師是新娘子嗎 對 結婚多久 兩個月 真的 恭喜恭喜 謝謝 怎麼樣好不好玩 好玩 所以何嘉瑜教的是美術 對 那萬一小朋友在課堂上一直很煩呢 沒有耶 因為你一直給他事情做 他就沒有辦法很煩了 就像你一直問我問題 我就沒辦法思考一樣 是在暗示我們說不要這樣 我們等一下會試著 讓你沒有時間思考 要講出一些不該講的事情 好 第二位老師是Jana 我們歡迎Jana 歡迎Jana 這是妳的老師喔 對 是我老師 Jana教小S英文教多久了 沒有很久 老師跟學生都不認真 可能才教了五堂課吧 對 差不多 因為後來老師也忙了 然後我也出國 所以就沒有再繼續教了 沒有 我們的狀況比較特殊是 本來是老師跟學生 結果上課上到最後變成朋友 朋友 所以根本都在聊天 就沒有再上課了 可是有用英文聊天嗎 一開始的時候有 然後後來 一開始的對本來要上一個小時 然後後來聊… 聊到變成三個小時 都用英文 沒有 一開始Jana會說 試著用英文講 我們就說OK forget it 然後就開始用什麼 然後先讓我用中文跟你講完 那個故事然後才開始 可是當初認識的時候 並不是打算要請Jana做老師的事 不是 我們認識的故事還蠻特殊的 對 是透過Mike 是她先生 她先生 然後她有一位朋友 她就請我去吃飯 就是一起吃飯 然後我不是很認識那個朋友 然後就剛好 CD坐了我的對面 然後我有一點 不是很知道怎麼跟這個男生講話 所以我就一直跟CD講話 是Mike的朋友在追妳嗎 應該有一點點 那時候Mike跟你已經穩定了 對 我們也算是剛開始 還在坐坐騎時 那妳看到Jana來的時候 妳有沒有嚇一跳說 嗯 來了一個 說不定Mike會感興趣的人 我就想說 這個真的還蠻漂亮的 我輕微有點受到威脅 怎麼會 不過還好 因為我還是最漂亮的 不是妳身材有太辣嗎 我那天穿暴乳裝 很辣 我那天穿一個超級低胸的紅色禮服 很辣那一天 所以然後我一直跟她講話 所以妳每一次跟Mike碰面 都要搞成這個樣子 也沒有 就剛好那天就行 寫流程就流程 剛好那天穿我有打扮一下 可是我看到Jana的時候 真的有驚為天人 覺得這個女生真的很漂亮 好 今天第三位老師是舞蹈老師 我們歡迎PuNiko 歡迎 PuNiko的學生 小S是她學生裡面最沒有名氣的 至少有排到前三名吧 第一名 有 有 有 老師有嗎 有 她學生有張懷媚對不對 有張懷媚 張懷媚我讓她當第一名 好 然後呢 Vivian 徐若瑄 好 給她第二嗎 小S是第一 她是第一 我交的時候她是最紅的 妳是說兩年前嗎 所以現在已經是推到第幾了 現在就是產後婦女了 現在爆紅 PuNiko妳從小就是學舞蹈的嗎 對 所以妳會教哪些舞 Jazz 然後HipHop 然後現在最近在推廣African 然後跟比雷鬼再多一點的東西 叫做Dance Hall 一個很新型的舞蹈 所以妳當時沒有料到 會收到那麼多明星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我運氣蠻好 我真的沒有想到過 是誰幫妳做宣傳的 我不曉得耶 好像大家就 我莫名其妙就會接到電話 那妳第一個收到的明星學生是誰 阿妹 她就自己跑來妳教室 對 所以阿妹第一次走進妳教室上課的時候 有沒有就是很氣派還什麼的 沒有耶 她還蠻親切的 我那時候其實就是 因為我在很遠的教室的台前 然後就學生很騷動 可是我不曉得怎麼回事 因為我就很專心在教課 然後下課了之後就 我才知道說完蛋了我的教室 因為她跟好像造型師還有助理一起 她們一大票人一起來上課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應該要打招呼嘛 可是 我害怕說她們會不會覺得我這樣子好像很 很刻意 對 但是就 沒有想到她們就過來跟我打聲招呼 那我就滿 我有一點受寵若驚 覺得 哇 好親切喔 雖然她那麼紅 明星上舞蹈課也要去舞蹈教室嗎 不可以請妳去她家裡面一對一的教學嗎 我想膝蓋應該會踢爛吧 被桌腳撞爛 真的 空間不夠缺 也沒大到這種程度啊 我家裡有教王詠慶家裡的 是教孫子 那 外孫 所以妳都教名人的小孩 沒有 其實我學生很多 妳不會去特別注意到誰是誰不是 我還沒有教到西地的小孩 應該 我女兒現在還太小了 所以妳會不會有很多就是家長 希望妳對他們小孩好一點 就是巴結妳送很棒的禮物 其實我覺得不會 因為小朋友我覺得 媽媽對老師就是 認為那是老師 妳不會去特別想說 因為妳跟媽媽聊天 一定都是小朋友的事情 比如說小朋友 有些小朋友他就覺得 他 妳在上課的過程中 妳就知道說 哇 這小朋友可能 指尖肌肉發展比較慢 妳就會去改 把他調整課程 讓他比較多去 運動指尖的課 所以我覺得 家長很 他們應該最關心 就是自己小孩的成長狀況吧 那如果妳請小朋友畫一個 我的家庭 然後畫一個 就是 屍體被刀戳過 胸口倒在地上 我沒有遇過這樣的小朋友 沒有嗎 沒有 電影裡面常常有耶 對 那小朋友會不會就不小心透露出 譬如說 爸爸現在在跟別的阿姨約會啊 什麼那種 不小心透露 沒有耶 就是說 畫裡面 是爸爸 然後媽媽在這邊 然後這邊有個阿姨 什麼樣 對 然後上面有一顆寫的 對 然後老師就說 這是媽媽媽 他說不是是邱阿姨 然後 間接口那種 爸爸在搞我還要 那會不會有家長來 先交代說 這個可是誰的小孩要 好好的對他 什麼之種 沒有耶 那會不會有家長威脅妳說 不准對我的小孩大聲講話 沒有 真的都沒有 那有沒有那個學生的爸爸 就是暗示的喜歡妳 沒有耶 好想請問他 真的嗎 偷偷送妳一些小禮物 那有沒有就是真的 譬如說爸爸 真的有禮物嗎 沒有耶 你不要結婚了就不敢講了 爸爸的朋友愛妳好了 是單身 所以我就嫁給他啦 爸爸的朋友 我學生的爸爸的朋友愛我 我就嫁給他啦 所以妳老公是 所以妳老公是 是學生的爸爸的朋友 爸爸的朋友 我的先生 絕對不是像新聞 或是其他評論節目說是 趙建民介紹 不是 是 是連勝文介紹的嗎 也不是 可是連勝文是妳先生的朋友啊 對 可是 我覺得我跟我老公是在那種很 自然而然的情況下認識 而且我自己還覺得還蠻浪漫的 被大家講起來 我就覺得 蛤 我的婚姻好政治喔 所以其實妳們的認識過程是怎麼樣 很單純啊 因為我在小朋友家Lobby上課 那好幾個小孩 然後他們去打高爾夫球回來 然後呢 他們就坐在那邊休息 因為我是上禮拜六 早上九點的課 因為我之後還有排其他的課 那結果後來 我就在那邊上課 他們就坐在那邊休息 他就看到我 然後他就想說 九點多他們打完球 那找妳問妳 妳要不要一起吃早餐 妳要不要吃麥當勞 然後我就跟他說 對不起不行 因為 我說我沒有空 因為其實我下一堂還要上課 他一開始就覺得 原來請妳吃麥當勞 妳不想去 其實我不是不想去 是因為後面有課 後面有課 然後後來呢 因為那時候正好SARS期間嘛 然後後來 他就找我小朋友 我學生家長 他就約我說 約找一堆小朋友 還有 還有我現在老公 還有朋友 大家一起吃飯 這樣認識 可是那時候只是認識 只是因為他那時候跟我講說 SARS的時候百業蕭條 然後 他們德性證券業績很差 然後問我說 妳可不可以去開戶捧個場 我就去開戶 然後就這樣認識 如果是趙建銘的朋友 牽涉到開戶 現在就很敏感 所以 所以 所以不是 是妳們自己認得 不是不是不是 然後認得的時候知道 他是財團的小開嗎 不知道 因為他是那種 他可能穿的衣服 都穿得很簡單 走到路上 你不會特別去 注意到他的人 等於說他就是 傳說中的嫁入豪門嗎 他就是 真的嫁入豪門 不是傳說中的 嫁入豪門 所以怎麼樣 有被公布證嗎 可是我沒有住在地堡 應該不算 大豪門吧 好 那妳有被公佛證嗎 我覺得非常好 妳副家算豪門嗎 應該算吧 他住地堡 妳副家算豪門嗎 小豪門是不是 妳先生很建議喔 妳好好回答這個問題 結果還過得去 不求其他 小憶安的老師 如何看第一家庭呢 跟陳信雲有常常聊天嗎 會啊 所以妳有跟陳信雲聊天 一些比較私人的話題嗎 她說妳跟你先生感情好嗎 我覺得她還不錯啊 其實每次 趙家有事的時候 記者來訪問妳 妳的學生都會覺得說 妳是不是又做錯事嗎 我覺得其實小朋友都不太 沒有每次趙家都有事啊 也只有 就這一次的人啊 以前妳沒有被 不是說趙家有事啊 比方說 他們想要訪問 公主家的事情的時候 找來找去 最後總是會找到妳頭上來 因為我覺得他們生活 我認為他們生活很單純嘛 那可能人家覺得說 只有你們可能認識他 而且主要是因為我 我的生活就是 除了上課 就在家裡 所以人家就在上課的地方 很容易就等到啊 所以妳跟陳幸雲有常常聊天嗎 會啊 然後也都是聊小孩的事 對 可是其實她是一個 我覺得她真的是一個好媽媽耶 聽說她打電話來找妳 教她小孩 那個美術的時候 她沒有 抱出來她是誰 是不是 對沒有她只是跟我說她是 她是沈醫師 然後我 我聽成沈醫師 然後我就很直接跟她說 就是沈醫師好啊 我沒有 她也沒有跟我說她是誰 然後妳知道什麼時候才發現 妳教的是 我去到她家的時候啊 妳順著地址到了門口 是的 我那時候在電話裡還問她說 那妳家好不好停車 她說 妳家這邊不太好停車耶 然後我就跟她說 我一定要會開車去 因為我車上好多轎距 有時候我都被一大袋 行李啊 像行李箱一樣的東西 所以妳開車到了門口發現是 沒有我是走路到了門口 然後發現是那一家 發現門口站了一個人 對 然後她跟我說 妳是何老師嗎 我說對 然後就進去她爸爸媽媽 就在裡面陪小孩 然後妳才知道是誰啊 對 那妳有看到總統嗎 沒有 那妳當時有下班嗎 沒有啊 我去的時候總統應該都在上班吧 所以妳從來沒有遇過總統 當然不會遇到總統啊 教課那麼久都沒有 我們去的時間都是上完課就下課 我還有下一個學生耶 所以妳有跟陳幸雲聊到一些比較私人的話題嗎 例如 她說妳跟妳先生感情好嗎 我覺得她還不錯啊 妳有看過他們兩個親嘴嗎 應該不會看到吧 或者是這樣勾肩說老婆啊 什麼今天好累啊那一累 如果 我不會有機會看到這樣子的畫面吧 所以妳上課的時候 他們並不會在旁邊看就對了 對 妳有可能妳小孩在上課 妳跟妳老公在旁邊演 也不見得是演 可能就是過來說 欸 就騎妳這樣兒童 可是妳會覺得 妳小孩在上課 妳會覺得我花這邊學費 讓他好好這個時間 妳應該不要去打擾小孩 不就很浪費 不是每一個老師都會 跟妳花三個小時在跟妳聊天啊 妳是在否視旁邊的 我沒有啊 所以妳去的時候 陳馨瑜一定在家 對 她幾乎都會在 都一定打扮好了嗎 她就是像妳平常看到新聞這樣子 輕便服這樣子 對 然後妳從來都不會遇到什麼 很氣氛很嚴格的感覺 沒有 我覺得陳馨瑜是一個 真的很好的媽媽 妳想她小孩那麼小 她小孩可以算百位數的加法耶 她自己教的耶 她和她先生自己教的 她和她先生自己教的 妳說一百五十的加兩百七十三這樣嗎 不是 當然不是那種百位數加法 比如說妳問她 三百零七加八是多少 安安會算出來給妳聽 這也很厲害啊 這應該是很厲害吧 她三歲 三歲 我覺得 所以她們很注重教育就對了 對 我覺得她爸爸媽媽很關心 那有沒有指導妳說 請妳不要教我的小孩畫裸體 不會 我覺得 她信任老師 她知道老師應該不會教小孩畫裸體 不會啊 Janet就有教她學生彈琴說愛啊 蛤 等一下妳去她家是不是要搜身 先搜身 沒有耶 有可能 我是兩家婦女 有沒有規定妳要穿得很保守 沒有我都穿一樣啊 我當然是沒有穿背心 妳不可以穿像Janet這樣去教嗎 她身材好啊 Janet妳有穿這樣去上課嗎 先教妳嗎 沒有 不是我 別的學生 我就正常穿 她前面有一塊牌子寫炒魷魚 她跟學生教彈琴說愛是被炒魷魚 炒魷魚 就是被fire 這樣嘛對不對 被fire 對 有兩個狀況 一個是因為學生愛上我 她才13歲 就是我們一開始 我教的方式是比較隨性 因為我會希望說學生很喜歡學英文 然後我覺得重點不是文法 我覺得重點是妳要會聊天 所以我會按著他們的興趣去聊一些話題 然後一開始就是很正常 就跟這個小朋友 然後之後 她就開始 她看到我拍了一個廣告 所以就知道我是一個模特兒 然後就開始問一些 喔那其他的女生呢 喔什麼這樣這樣 然後我就開始 話題就變成到女生那一塊 可是都是用英文聊的嗎 都是用英文聊的 對 那很好啊 結果有在教英文 而且我覺得那時候是生活化 一定要學的 所以她下一步有問到女生很隱私的問題嗎 對 就是比較直接的一些問題 所以是被她媽偷聽到是不是 對 媽媽偷聽到 然後她就罵我 她說妳怎麼可以教我的小孩這些話題 然後我是覺得13歲 他們已經有在聊這些話題 她問妳最直接的問題是什麼 直接的說妳幾歲做癌 然後像那妳覺得怎麼樣 等一下她怎麼回答呢 妳怎麼回答 我晚一點再跟妳講 所以妳就老實在跟她講的嗎 沒有 那個時候我就跟她講說 其實現在 因為她有問我說美國的文化 然後台灣的文化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其實美國很年輕 有的很年輕就很早 然後我在台灣我不知道 然後她就開始跟我講 她的朋友的故事 我聽說我的朋友她15歲就怎麼樣 然後她媽媽剛好就進來 然後她就 妳怎麼會跟我的小孩講這些事情 其實那個都是教英文 所以就被壞了 可是用英文在聊這個啊 對啊 所以她媽媽聽得懂 媽媽聽得懂 然後還有幾個字 所以這個不是愛上妳的那個 對 一樣那個愛上我的 同一個 同一個 所以她又愛上妳 又跟你聊這些 對 所以她有跟你表白嗎 所以老師我愛妳 沒有 她就是一直問說 那妳今天晚上要去哪裡 妳有沒有男朋友啊 然後就是一些很可愛的 小朋友會問的 然後後來她就說 我覺得妳好漂亮喔 之類的 然後後來 她有透過其他的朋友 就跟我講說 對啊 妳的學生覺得妳很棒啊 然後 如果妳沒有男朋友啊 之類的 她其實她的同學也是13歲啊 對 也是13歲 也是我另外一個學生 這麼早熟 應該是跟 日本騙妳的情節有關係 探想家教老師 所以教過藝人 妳只有教過我跟我姐 還有范小萱嗎 對 就沒有其他藝人學生了 沒有 因為Jenne她是在那個德州長大 所以她對台灣的名人 是完全不知道 所以妳是不是有一次 有在那個舞廳門口 有遇見那個LA Voice的事 對 那個是完全不了解台灣的藝人 然後 我就不想進去 因為那個時候 好像進去要一千塊 然後我的收入就有三千塊一個月 所以我想說 一千塊我不要進去 所以我就站在門口 然後剛剛好像聽到 旁邊有一些在講英文的 然後我就想 我就過去 然後反正講講 她說妳好我是LA Voice 然後我就覺得 好我是Jenne 我是Texas Girl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 LA Voice是誰 我就覺得 好啊好 你好 對啊 然後我認識小萱姐 是差不多 我不是對明星那麼熟 所以她說 嗨我是小S 就說 Yeah I'm Big J 對 你真的覺得台灣人很怪 幹嘛一直 LA Voice 小A 我們來重現一下 那個英文教室的情景 好 來Jenne到我的位子來吧 我看看妳怎麼開始教課 所以妳每次去她家 然後就坐下來嗎 嗨 嗨 Chinese 哈囉 然後就有一個馬錶拿出來 開始按一下 沒有 沒有啊 我就會教她拿一張紙出來 然後一支筆 然後就開始 要真的 要 開始 今天如何 很好 你能練習英文嗎 只是一點 一點嗎 你今天想說什麼 好 好 所以她剛剛講 Treat her very nice 你就要糾正她說 treat her well 這樣 然後她會學下來嗎 對 我們就會說 原來這個地方要用well 或是gay 然後就會開始趁機聊中文 說蛤 那什麼地方還可以聊well 內地有沒有遇到那種學 就覺得很累對不對 因為就明明內地有很多話 想跟她聊 可是結果妳知道 很累 對 很累 那她會知道妳的軌跡 她應該還會回去講英文吧 對 就譬如說中文 開始聊很多 她就會說 We should start speaking English again 結果她們會乖乖再回來講英文 會啊 可是還是會回到 慢慢慢慢慢慢 還是會回到中文 就常常她們說好 開始用英文跟我講妳的生活的時候 我們就一開始 Silence 然後就累了是不是 就很想講 可是找不到適合的單字 然後後來我記得是 變成是我一直在講故事 我一直在講 不行 然後我就回答說 OK 那換妳 Tell me your story 然後就繼續 對 因為我們真的實在太累 我們就說 那妳有沒有男朋友啊 然後就開始 我們就很輕鬆 妳知道喝咖啡啊 然後一直沒有在認真的聽 也是一邊有聽一邊有聽 放鬆 OK 好 所以只要丟一個問題給她 她就會一直講是不是 因為妳知道 所以她很愛聊什麼 感情生活嗎 感情旅遊 什麼她都可以聊 所以妳就問她說 妳有沒有去過英國這樣 然後她就開始講 對對對 妳姐姐不是有去法國 然後因為我之前有去法國 那我有加法國男朋友 然後就開始講講講講 法國的經驗 然後我們就說 我們也隨過瑜伽 就說 我現在瑜伽怎樣怎樣 你知道 還好她自己本身很愛聊 沒有效率喔 所以後來 應該找一個老人 老男人教授來教妳一位 沒有後來我們就發現 這種方式不行 因為變好朋友 不太會專心 我們就換成一個 就是真正的英文老師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變朋友 真的 所以妳從來都不會出 那種很難的題目 比方說 請妳對恐怖分子發表意見 我自己也不會聊 那種事情 真的嗎 OK我 妳真的很好算耶 這比妳 這比妳的課輕鬆對不對 對 可是像老師的話 只能跟CD在一起時間 就拉很長啦 對 對然後 其實投資 投資報酬率應該是很低的 妳是說學生的進步是不是 都有吧 對因為可能是 她就沒有辦法去上下一堂課 對 浪費太多時間在我們這兒 所以妳是一個很勤勞的老師 就是妳課排得很滿 不是我是一個 我覺得如果說 我不會想影響到任何人的時間 所以我該做什麼事 我就會做什麼事 比如說幾點幾分要上什麼課 幾點幾分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一天的schedule 就全部都排好 那如果學生也像這樣跟妳聊天 說老師妳有沒有交過男朋友 沒有我會跟小朋友聊天啊 有畫畫的時候常常會聊 可是時間一到忙就是 當然不是 因為其實我每一堂課的中間 我都會有排時間 可是比如說像小朋友現在五六年級 女生不是都在談戀愛嗎 然後我就會告訴他們 我覺得怎麼樣會比較好 真的 妳會講這個 因為我還有幫小朋友協調兩個人 三角戀愛的關係 就是不是不是 男生和女生 也是三四角這樣子 類似這樣狀況 然後我的學生跟我 她喜歡我另外一個學生 一個男生一個女生嘛 然後 他們就告訴我 他們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在 吵架啊 然後小朋友 其實現在小朋友很多 常常有去參加誰的party 或誰的怎麼樣 然後可能就會發生事情 然後氣呼呼的 不跟對方講話 然後有些小朋友會 自己那種做出一些很自... 自己會覺得怎麼會傷害 折磨自己的事情 對會傷害自己的行為 有些小朋友會這樣子 才五年級耶 五六年級 所以像Jana這樣 教課是比較輕鬆的 就是聊天 對 她比較認真 我主要的是 Jana妳原來是醫生對不對 我是試習醫生 那妳在醫院的哪一個部門 在急診課 所以會看到很多牆子亂噴的畫面 妳有玩過那種嗎 就是說要電擊然後咀嚼這樣 有嗎 沒有 還好沒有 因為那個病 就是意思說 那個人已經過世了 所以妳有遇過那種 就是進來的時候 手已經就斷到一半 然後在那邊飄 然後說快救命 我的手要斷了那種 最恐怖的是 這邊頭 先起來 對 就是她在游泳 然後跳進去水裡面 然後這邊就裂它 然後妳就看到裡面的 全部都看到 然後我是要弄那個 她為什麼跳水的時候 會跳成這樣 沒有 是在河邊 然後沒有看到石頭 撞到石頭 然後就整片一大片 全部都看到 然後她已經 她也當然沒有 沒有意識 沒有意識的 然後我們就幫她縫起來 然後幫她定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妳的那個狀況下來 妳不會再想說 喔 這個是什麼 妳就馬上剁 因為已經全部都是 沒有時間害怕 沒有時間害怕 可是妳看到腦的時候沒有妳知道 就是稍微軟一下 Oh my God 妳好腦喔 沒有 妳是之後想回頭想說 喔 我剛剛就碰到一個腦 妳才會 妳才會 才會真的 真的好恐怖 所以後來那個人有活下來嗎 有 他好 他還滿帥 那他腦漂亮嗎 那他腦帥嗎 那他腦帥嗎 很健康的感覺 很健康的感覺 所以他就變成model了 不再是醫生了 對 所以我們爸爸媽媽 不是那麼開心 因為我把醫學院放棄 然後我就當模特兒 到現在 然後我現在再主持節目 Discovery對不對 對 主持的是 瘋台灣 是介紹台灣 那也要感謝CD 教小孩子英文是 把他當跳板 要進入 沒有 真的 沒有 因為他以前是 他就是 好像想要當 出唱片還什麼的嗎 對 反正就是 就是我們幫不了忙的 然後後來他就已經要放棄 結果他就說 其實他也很想要主持 旅遊節目 想說 那我們公司剛好都是在做節目的 然後就推薦給詹仁熊 我幾度還怕詹仁熊 你知道愛上他搞外遇 去主持這個介紹台灣的 應該有做了很多可怕的事了吧 對 還滿不正常的磁事性 像吃蟲蟲 我們吃的物工 還有 大的那個蜘蛛 那是蟲 那不是蟲蟲 蟲 蟲 是蟲蟲蟲 三位美女老師的多才多藝 徹底將CD的自信擊潰了 老師會需要會那麼多嗎 那個人翻跟斗變魔術 然後教美術 然後你要會把人家頭縫起來 然後還要會拉小提琴 然後教英文 然後還吃石頭 你還滿綁的 逼起來我覺得我真的 我沒才華耶 我覺得好像今天真的 把我逼得很慘 我需要把上衣脫了嗎 我覺得直接脫下身可能 好 我請辭這個節目好不好 我沒有資格真的 你逼得吃蟲或者吃寵物 你不能吃完蟲蟲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會吃蟲蟲 蟲蟲蟲蟲蟲 然後還吃了石頭 那不是蟲 那個不對 可是石頭沒辦法嚼啊 你就用力去啃 然後他們是把這個當成醫療 因為在上上他們可能沒有醫生 旁邊沒有醫生 所以我們就啃那個 然後他們是說啃 就是吃完那個 就什麼病都沒有了 譬如說肚子痛 就OK 啃石頭啊 就啃然後就吃 然後你覺得 我會吃一盤耶 要吞下去嗎 對 全部都吞下去 所以你吞下去了 很難吃 所以你去這樣中南不跑的話 你如果不講台語的話 他們會不會有些 沒辦法跟你溝通 沒有很多是用 用台語才能溝通 所以你台語很流利 台語比中文比較流利 真的嗎 那你問他說 吃石頭是要為什麼 你會用台語講嗎 你為什麼要吃焦糖 比我們兩個還厲害 石頭是要治什麼病 怎麼講 吃石頭要幫你幫忙做這種白 好 那蜘蛛好不好吃 要怎麼講 蜘蛛我就不會講 蜘蛛 不是蜘蛛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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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蛛是蜘蛛嗎 蜘蛛嗎 蜘蛛嗎 蜘蛛 蜘蛛嗎 可是你在問人家問題的時候 會不會有那種 他已經很快就回答完 然後你想不出下一個問題 有啊有啊 而且有時候 因為我的中文不是那麼好 所以有時候 我要講一個字 然後我就講錯 譬如說我的字文 他就說 你要引導那個人去 去聊到什麼什麼什麼的 我說OK好 然後我想說OK好 我可以用這個字 我說 我說 引導你 什麼意思 我怎麼會說 上船 我說我們一起去 就有一些字 就會有一些 所以 好辣喔 娃娃蜘蛛老闆 因為流鼻血 所以我已經結婚了耶 所以這個賽已經可以看見了嗎 6月1號 禮拜四 恭喜 謝謝 好 我們的KIMIKO老師呢 他說他看到 學生的時候 一眼就可以看出來 這個人適合跳什麼舞 所以 是練出來的嗎 還是你本來就很會看 慢慢接觸很多人之後 所以你就會看到何家瑜這樣 你也看得出來他能夠跳什麼舞 嗯 等一下被康詠哥師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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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小時候練練 玉女體操就有跳彩帶 可是這是六公尺長的彩帶 不是他 他心裡一定想中國式對不對 所以你有學過體操喔 對啊 你現在可以飛躍嗎 我們應該可以翻跟斗吧 有必要撞這個牆嗎 沒有 真的啊不會要側翻很簡單 真的嗎 對啊 你先生到最後跟我們發脾氣 你現在在摔著狗吃屎 整個變難看 我應該沒有保險收益 應該還不是他 對啊 你的意思是說你要出來翻 你到底要涉及幾個案子 才過癮 不是 你是說真的啊 因為他說我跳彩帶舞 我應該除了彩帶舞之外 還會跳其他的 好 他槓上了 他槓上了 對 有被冒犯 好 來來來來來 出發一下 好好幸福 那也是有人驚訝 真的可以喔 出發很簡單啊 我不會 就站起來啊 然後手舉起來 麥克風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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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到底還會什麼 妳有教過 跟變魔術 比如說像撲克牌的啦 然後 那有沒有不需要撲克牌 現場可以有什麼道路 妳有那個信用卡的話 我可以教妳變一個簡單的 還是這個可不可以 它要比如說一個紅色 這一個 我看如果 這一個有字 一個沒字 一個字 有字 一個沒字 我可以轉過來一下好不好 好 那裡面是白色 對 那裡面是黑色 欸 欸 這很厲害啊 好難喔 為什麼動作那麼快 妳再吹一口氣 可以把它再變回來嗎 可以啊 所以現在外面是 欸 妳把它模子變不見 快點 所以妳以前是做那種 體操選手的彩帶 是那種 拖過整個全場的那一種 對 然後丟起來接住 什麼這些東西啊 對 哇 我看得出來 我看得出來 她應該還可以 飛越或是前滾 然後前空 可能 妳的英文老師跳舞很野嗎 還滿不錯 也是會你知道 歐啊什麼什麼 什麼啊 可是不可能 可是不可能 比 Kimiko老師厲害啊 她那個已經是太專業了 她那個已經是太專業了 好 Kimiko老師來 歡迎妳 那 妳看到Janet這樣子的女生 是覺得她適合跳什麼舞 適合 我覺得 Salsa吧 妳會跳 Salsa嗎 對 她真的在學 Salsa 對 她很拉丁南美洲 那種 正妹的感覺 妳要跟我一起跳嗎 有有有 可是我不太會跳 Salsa 妳會啊 沒關係 Kimiko老師可以 怎麼怎麼跳 就是扭一下 然後腳步要怎麼前前後後 對 三步 好 對啊 欸 什麼時候退後 都可以 Salsa的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就是兩個人扭就對了 可是不是要貼在一起嗎 那是比較 年八達式的 對 然後妳的一點是什麼 這個算是兩個人 一般的社交店 然後 然後 那我 對 跳什麼 妳們倆是在聊天嗎 沒有 我們在講解 有沒有五組啊 因為 Kimiko老師說 她可以再教一個比較 好的Ending的 所以是往後 然後再走前是不是 女生一張五是右腳後 然後男生是左腳前步伐 對 所以是 1 2 3 5 6 7 1 2 3 5 6 7 1 2 3 5 6 7 對 所以就只要這樣的話 兩個人就可以立刻跳起來 我可以帶妳一小段 可以嗎 好 我先換 1 2 3 5 6 7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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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7 5 6 7 我要帶妳喔 1 2 3 1 2 3 5 6 7 1 1 我現在是跳男生的步伐 OK 然後Ending是什麼 1 End 好 來往往前走 1個8 6 7 往前走 1 2 3 1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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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跳男生舞步的時候 她有特別... 我有特別把我的妝容 有特別比較... OK 對 那妳看到S的時候 妳覺得她的舞步 她是適合跳 她在跳那種國標的嗎 那個時候 其實剛剛上課的時候 妳還滿安靜的 對 我上課還滿認真的 她還滿... 她不講話然後就很認真 每個動作都會做到 對 然後 聽...就是 會... 妳是不是產後真的... 很累 因為我產後都還沒有開始跳國標啊 所以剛剛這樣會累嗎 沒有到很累 但就是胃這邊有一點你知道 要下垂的感覺 好像吃完飯就很恐怖的感覺 KIMIKO的舞技到底有多厲害呢 等一下回來你就知道啦 她現在沒有辦法蹲下再站起來了耶 應該可以 妳是玩那個歐陽拍片那一招 我知道 我現在沒辦法 真的 應該再一陣子就OK了吧 所以妳應該可以接連來三個吧 可以 我可以停著 什麼叫停著 對 停在半空中 停在半空中 等一下 真的要是嗎 什麼東西啊 妳好厲害喔 這個是 快很快 這是 這是 比較偏像美式的黑妞的一些 所以路人有可能練會這個嗎 有啊 有可能 有可能 就是她也可以 她也可以變成五次 不是五次 我要練會這個 妳叫Gina 妳如果練會這個 妳整個就很拉高 我為什麼要練會這個 就整個節目Open 妳先來舞下 看起來會很好看 如果妳去夜店跳舞跳得高興 會搞剛剛那一招嗎 會啊 就如果 如果現場的年輕辣麥太多的話 就有些女生在妳面前很囂張 在那邊一直猛牛是不是 對 我應該就會推看 所以不要到地板動作 就是在地面上 可以嚇到那些女生的是哪幾招 地面上喔 通常屁股就OK了 好 來 電動馬拉 比如說我在妳面前一直在那邊耍性感 然後妳就撈弓就對了 我沒給他 媽媽алы 好 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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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會被那激發鬥雞是嗎 其實不會 就 音樂下來就會自然 妳跳成那樣好像移服 就是妳旁邊還有舞蹈員的感覺 對 我滿想的 就擅自不會 妳也是舞客 然後就你知道搭著妳 喔 就擅自 妳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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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已經太想通了 妳這樣 妳這樣 所以現在教的新的舞步 妳說是一種叫做Dance Hall的舞 對 它其實Leggo音樂分很多種 那Dance Hall是屬於Leggo音樂中的一種 那就是比較常在我們舞廳 聽到那些非常很Hot的那些音樂 跳那個需要換衣服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讓Keymiko去換衣服喔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來Jana出來 好 Jana老師呢 剛剛就講了在醫院的事情 然後現在又有新的花樣就是要那個 老師都需要匯那麼多嗎 那個人翻跟斗變魔術 然後教美術嘛對不對 然後妳要會把人家頭縫起來 然後還要會拉小提琴 然後教英文 然後還吃石頭 妳還滿棒的 比起來我覺得我真的很沒才華耶 這什麼時候學的 從五歲開始 然後妳的家人對妳的期望是 做醫生 對 然後會拉古典音樂這樣 以前就是興趣嘛 他們也是很喜歡聽古典音樂 所以這只是拉好玩的 沒有說要幹嘛 沒有 以前也有表演 以前我很喜歡表演 所以我就在那個White House 我有表演過 蛤 那是白宮嗎 對 白宮 白宮誰看 George Bush 第一個 第一個George Bush 真的假的 對 好 那我們看今天的表演小提琴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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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起來都夠了吧 我冒兵到什麼程度啊 我冒兵到什麼程度啊 妳現在要側翻 然後出蜈蜈蚣 然後拉小提琴 然後變魔術 我側翻那邊都已經會摔亂推了 所以妳那時候在白宮表演是比較安靜的曲子 對 對 那妳現在平常自己還練習嗎 偶爾有事件的時候 所以妳也有在教小提琴嗎 沒有 那妳跟男生約會的時候會拉小提琴嗎 拉出來很浪漫的那個嗎 不會 不會喔 不會 妳會特別愛會小提琴的男生嗎 我覺得有才華 有talent 我會覺得 好 今天來謝謝妳 好 不會 好 我們今天最後呢 要讓舞蹈老師 Kimiko 讓我們見識一下 他說的這個 比雷鬼再多一點的那個 叫做Dance Show的這個舞蹈 那剛才她還沒有進場前 何嘉宇老師已經說 我覺得他們今天真的把我逼得很慘 我需要把上衣脫了嗎 我覺得直接脫下身可能會比較好 好 我請辭這個節目好不好 我沒有資格工作 pivot temple 我來 girl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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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啊 啊 啊,啊,啊,啊 啊,啊,啊 啊 啊 呀 I got too much to talk about You're not into me before you die You are gonna screenshot it Make you hit from all your fight It's so crazy, so amazing I'll catch you up and make you chase it Let me, let me, baby Let me do those things for you Let me, baby, baby Yeah, yeah, yeah Woo 你太厲害了吧 她為什麼會這一招腳撐在地上 她屁股還在往上頂 因為腳撐在那已經很難了 KIMIKO剛剛那個腳撐開來之後 要怎麼繼續保持舞蹈的狀態 用臀大肌的力量 是腹肌跟臀部嗎 對 所以女生練這個屁股跟 對不起我穿一下 好 所以你也會穿的嗎 對 這比較比較心愛意味 所以 剛剛這樣跳的話 大概 如果是平常表演 要比那個時間更長對不對 會更長 那不就更喘嗎 可是 我覺得跳這個可以 受大腿 女生會有一個像黑牛一樣 很小很翹的屁股 可是 一般路人可以學會這個舞嗎 很多 很多 然後就變這麼厲害 對 Jana妳腿有幫她上她屁那麼開嗎 妳過來一下 我看 我的大腿 而且我的屁股也比較翹 好 KIMIKO妳先指導她 她剛剛怎麼樣擺出妳那個姿勢出來 其實 一般女生可以腳開著就好了 就腳這樣開著就好了 然後 用 妳想像 妳後面有一個拳擊帶 然後妳要用屁股 做到正中的 Head Head 1 2 往上 把拳擊帶往上 是腹部還是臀部啊 臀部 是腰部嗎 臀部 臀部往上先的力氣 我可以摸一下嗎 可以 老師是這樣對不對 我會了 妳看 妳摸我 欸很好 對 她的力道是對的 我呢 先過耶 當然很會 這一招啊 可是這個對產後部女朋友沒有用 真的嗎 這次 剛才第二次有真理為產後部女 對不起 我剛剛沒聽清楚 我還打電話 沒有 因為我是真的一般群腸 可是很難快啊 因為妳已經要很專心的弄一下了 對 所以妳還會出筋耶 妳會有一個很有力的大臀肌 還有腹部也非常有力 其實這是這一整圈 可是剛剛 像一般人 就絕對不可能做到她剛剛那種 把腿弄那麼開的那種 對不對 所以這才是賣點啊 所以妳剛剛那樣腿多開 就是 到什麼程度 可是妳還可以 維持臀部的運動啊 妳這樣還可以跳嗎 還可以 妳屁股還可以 好厲害喔 妳這樣不會受傷嗎 小姐 所以妳知道 我們大腿肌都非常有力 好厲害喔 妳有教過任何明星這個舞嗎 小姐 她跳得相當好 對 她今天可以練成這樣 又劈腿又屁股又往上翹 她是我唯一一個遇過 每次我都會嚇到說 好了妳停了 這太厲害了是不是 對 她每次跳舞都會被她嚇到 妳有碰過那種明星就會怎麼教都教不會的嗎 有 然後 妳會生氣嗎 我會先利誘 就是跟她說可能 我們這樣跳著跳著跳著妳 大概 我給她一個遠景的時候 可能半個月 妳就會變成 像 我給她一個reference說像誰一樣 妳會比她還辣 OK 或比她還帥 這樣有用嗎 通常 所以那個是她完全對舞蹈沒興趣是不是 因為其實人家會覺得這樣子的門檻比較高一點 妳真的不會想 可是像她這個年紀還能學嗎 她很年輕啊 對啊 可是產後婦女耶 所以才有挑戰性啊 OK 而且我們現在更懂得怎麼樣 運用下部的肌肉 可是我覺得 妳不用講得這麼狠吧 我覺得她可以帶動很多 因為我覺得很多 媽媽可能覺得說 生產完以後就放棄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她可以帶動這個氣 對…她現在已經只能帶動媽媽了 妳是多年輕啊 沒辦法 就是 妳現在有這個弱點必須要被驚 所以妳還想學啊 妳現在也不去夜店玩了 沒有 就自己學得好玩啊 OK 可以跳給我女兒和我老公看啊 哇 妳這樣很精神 我學校尿媽媽你看 這樣就應該覺得很疲倦吧 好 幾位老師請好好對待妳們學生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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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